他淡定地冲走马桶上的血迹 回到书房后在化妆师的努力下 扑粉打腮红恢复了健康的元气 在听秘书讲个婚段子缓解情绪 就气宇喧昂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要为稚嫩的女儿铺平为王禄 于是老夫倾强忍着醋意和结巴 为坠续菲利普授予头衔和爵位 乔治六是因为太紧张又口吃了 他从容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稿子 紧接着就是特殊而浩大的婚礼 英国的伊丽莎白公主和希腊的菲利普王子 即将开启将近百年的婚姻生活 然而在全城百姓围观的婚礼现场 风头却被年迈的老者夺走了 他是已经卸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所有人看见他的身影后 都纷纷起力迎接他的到来 感激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紧随而来的才是主角伊丽莎白公主 他挽着父亲的手奔着幸福前进 然后在上帝的见证下 两个男人完成了交接仪式 接下来进行的环节是宣读誓词 伊丽莎白公主表现的有些紧张 他在宣读关键部分的时候 脑子一片空白竟然忘词了 最后在菲利普的暖心提醒下 他克服困难说出了最想说的话 从公主刚刚的表现和誓词中 可以看出他在感情里的不自信 要做女王的人怎么会是顺从呢 不过是他现在只想要做个好妻子罢了 自知十日不多的国王乔治六世 也非常理解女儿的心理 他送了他一台记录生活的摄像机 希望他能记下所有美好的瞬间 父亲带病撑着工作的那几年 伊丽莎白过着一段幸福的生活 林迪斯法恩岛的沙滩 马尔他的海岛 都见证了王子和公主的美满 一道突兀的电话铃声 带来了父亲重病手术的消息 因为吸烟带来的后遗症 国王被摘除了左半边肺 听到医生宣布手术成功 所有人都放下了悬着的心 唯独再次竞选成功的丘吉尔 嗅到了一丝危机的味道 他借着每周觐见国王的机会 窥探到乔治六世身体的真实状况 结构性病变就是癌症 同样察觉到异常的还有国王 他再次询问医生自己的病情 国王在沉默许久后接受了事实 熟练地拿起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这是他仓促接手王位后 缓解压力最常做的动作 知道自己所剩十日不多后 乔治六世也没有声张出来 依旧肩负着国王的职责 前往桑德林汉母庄园过圣诞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一直流传下来的王室传统 路上的百姓家道欢迎国王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村民们都举灯汇聚在宫殿内 为国王深情献唱圣诞赞歌 一个小女孩为他献上一顶王冠 乔治六世没有嫌弃他的朴素 带着他加入了合唱的队伍 被这群可爱的人包围着 他不禁眼含热泪 他热爱着他的国家 一生爱着他的家人 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 但死神没有留给他太多的时间 他必须要为女儿扫清所有障碍 第二天一大早 国王就换伊丽莎白来办公室 因为害怕女儿感到惶恐 他温和地说其实也没啥事 就是想要和你多待一会儿 然后潜移默化地跟女儿展示 国王每日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然后壮丝不经意地说出安排 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长途旅行 拜托他代替执行英联邦寻访的工作 伊丽莎白虽然感到紧张不安 但为了父亲的健康着想 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 但他还是怕来不及叫他太多 要趁着最后的时机 为他找一个依赖的肩膀 坠续菲利普成了最佳对象 第二天一早 国王就来到女婿的房间 叫醒了呼呼大睡的菲利普 来到沃尔福顿西流列鸭子 当然他的真实意图是敲打女婿 你明白了 the titles the dukedom they're not the job she is the job she is the essence of your duty loving her protecting of course you'll miss your career but doing this for her means for me 此时的乔治六世眼神坚定 气势十足 他以父亲 以国王的身份下达了命令 将守护女儿重任的接力棒传给了女婿 呕心沥血为青涩的伊丽莎白铺路搭桥 骄傲自大的菲利普亲王 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才能领会到一名父亲的用心良苦 才能懂得爱他就是爱国的内涵 温婿谈话结束后的次日 伊丽莎白夫妇踏上了寻访之旅 首战是肯尼亚的首都内比罗 这是东非国家最高的礼节 肯尼亚酋长缓缓匍匐在地 趴在伊丽莎白公主的跟前 主动虔诚地亲吻她的脚背 表达着对新任君主的诚服 这一幕发生在1952年的夏天 伊丽莎白和丈夫代替父亲寻访 首次踏上了肯尼亚的土地 她心情忐忑地发表演讲后 就对当地的队伍进行检阅 一边是公主战战兢兢的慰问 一边是低情商的丈夫拖后腿 一会儿扒了某位酋长的项链 说这个我也有 那个我也有 一会儿又盯上了酋长的王冠 嘲笑她是个造型别致的帽子 外交访问分分钟变成了事故 索性酋长们是通情达理的人 没有计较她不合时宜的发言 依旧像往常般列到欢迎公主 所到之处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寻访活动比想象中要顺利些 事后伊丽莎白没有急着回国 反而开始观光游览当地风光 一行人来到树屋旅行的时候 不幸遇到了一头野生非洲象 大象庞大的身躯极具攻击力 象岛身先士族挡在俩人前面 吊尔郎当的菲利普站了出来 他牢记着国王岳父说过的话 以公主为先 爱他 保护他 大象果真在他的吸引下离开 就在夫妻俩你浓我浓的时刻 操心的国王仍放不下这摊子 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 因不满意丘吉尔的领导政策 跑到国王的面前说他的坏话 其实是想要套路国王辞退他 这是君主立宪治下的潜规则 虽然国王有罢免首相的权利 但迄今为止没有人使用过他 乔治六世不会打开这个口子 为即将继位的女儿留下隐患 狩猎结束后的乔治六世 身体虚弱如同强弩之功 他便知道自己大宪将至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父亲 他对子女还有心愿未了 希望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能够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 国王去世前一天 他跟小女儿一起弹奏 唱歌越来越投入声音也越大 后来发现众人在旁边静静地观赏 他就继续开心地歌唱 就像往常一样 深夜的时候 他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坐着 看着电视里传来的转播录像 他的伊丽莎白面对国事访问 愈发的娴熟和自如了 他饱含感动和愧疚的泪水 自己肩负了十几年的王权重担 要交到稚嫩的女儿身上了 1952年2月6日这一天清晨 老仆人准时过来叫国王起床 却发现床榻上的人毫无动静 他颤抖着摸了摸国王的脉搏 才知道乔治六世没了 他在睡梦中安稳地与世长辞 国王的死讯很快就传开了 他的妻子跌跌撞撞地冲过去 小女儿闻此噩耗仿佛天斗他了 首相府的丘吉尔也收到了消息 在短短的24小时内 英国国王莫勒的消息 也通过媒体的力量 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唯一蒙在鼓里的是伊丽莎白 他还在给父亲写信 记录自己在非洲的所见所闻 最后得知恶耗的伊丽莎白 他无比的震惊和惊恐 他想要抱着丈夫大哭出声 但他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是下一任的国王 必须坚强带给百姓新的希望 为英国国民带来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撑 他只能用面无表情掩饰悲伤 即使菲利普公爵时刻扮他左右 他也不曾去依靠他的臂膀 在最后启程回国的时刻 助理找到女王选择自己的王号 由此确定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名号 女王的专机抵达伦敦机场的时候 王室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黑色礼服 和女王奶奶玛丽王太后的一封信 欲待王冠 必成其重 王权必须胜出 是伊丽莎白二世一辈子的课题 临下飞机的时候 菲利普被女王秘书喊停了动作 得让女王走在前面 从这一刻起 菲利普也成了王背后的男人 担负其属于王夫的客体 一袭黑衣步履蹒跚的老太太 异常吃力又十分坚定地蹲下 朝成为年少的孙女行驱西里 这一幕极其庄严与令人震撼 伊丽莎白二世看见瞳孔地震 玛丽王太后是她的祖母 也是曾经的女王 而今她却抛却了年龄和辈分 向她的精神领袖低头和臣服 回忆刚刚和母亲妹妹的见面 也是同样的怪异和充满别扭 因为母女撒身份角色的转变 曾经最亲密的人不能够拥抱 甚至连句关切的话都不能说 首相办公室的丘吉尔也喊出 一众大臣齐声高呼震撼人心 字字窥而让百姓有了新希望 伊丽莎白二世的时代到来了 然从女孩到女王的头衔变化 仅仅是一秒钟的变化 对还不曾准备好做女王的女孩来说 这一秒后只剩压抑 孤独和隐忍 伊丽莎白二世还记得 她第一次听到国王万岁时 是收音机里传来的伯父的声音 她爱上结过三次婚的女人辛普森夫人 甚至不惜放弃王权也要娶她为妻 从未当成继承人培养的父亲 临时接过王权重担的时候 同样紧张地直转手上的戒指 如今她也是攥着手中的戒指 接过父亲的担子承担王室的责任 同时继承的还有父亲身上 那份强烈的责任心 因此她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在皇室秘书汤米的辅导下 学着像父亲一样开启正式的工作 现在他们急需要解决处理的 就是前国王葬礼的战位问题 国王的遗孀伊丽莎白王太后 不愿温莎公爵离自己太近了 她坚持认为是她的不负责任 才害死了她的丈夫乔治六世 原来离家十几年的温莎公爵 听闻弟弟不幸离世的消息后 乘坐轮船跨越了整个大西洋 回到她曾经最熟悉的故土上 只是连她的母亲玛丽王太后 对她的到来都没有丝毫好感 温莎公爵倒不在意这些东西 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 想哄骗稚嫩的伊丽莎白女王 恢复对自己的大鹅王室津贴 供她继续过交涉营逸的生活 就如同她给妻子的信中所说 不过她的虚伪逃不过国王一双的法眼 她告诫自己的孩子们不要相信她 不要被她谄媚的嘴脸给欺骗了 她已经跟律师商量过 要彻底断了她的财路和念想 伊丽莎白处理好家长里短的时候 紧接着要处理的工作便是 和首相丘吉尔每周四20分钟的会面 这次有两个重要的议题需要解决 一个是关于新的王室姓氏问题 一个是关于女王的最终住所问题 这两件事都是丈夫菲利普十分关注 千叮鸣万嘱咐要按她心愿达成的 在英国的婚姻传统中 女子结婚后必须随夫行 在普通人家里这是件小事 但在女王身上发生就是大事 这意味着英国王室将改名唤醒 从温莎王朝变成蒙巴顿王朝 这件事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对 并且先发制人提出加冕仪式言后 得在16个月后再举行 女王直接被为你好整无语了 但因为是刚进入政治的小菜鸟 伊丽莎白也想不出好的理由反驳 但她在随夫性问题上坚持几件 理由是她虽然是女王 但同时也是女人和妻子 她需要一份恩爱稳固的婚姻 随后便欢喜地跟丈夫分享伪迹 自己可是把摆弄过父亲的老狐狸 狠狠给摆了一道 得到妻子肯定答案的菲利普 立即告诉了舅舅路易斯蒙巴顿 关于王室姓氏的主张 最初就是他吹的耳边风 想到自己的姓氏将成为王室冠名 他便得一级了 搞出了一系列的作死行为 于是先国王师古未寒 路易斯就大肆邀和办酒会 得意地举杯跟众人炫耀 英国王室要冠上他的姓氏了 这件事被汉诺威亲王打了小报告 他来到玛丽王太后的会客厅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得十分详尽 路易斯说王室马上就要冠上他的姓氏了 玛丽王太后自然是不敢相信 但他现在关注的是 他们庆祝时喝的是什么 香槟 这可把王太后给气炸了 我儿子刚下葬不到一天 你们就给我喝香槟庆祝 不过话又说回来 王太后从维多利亚时代走来 陪着丈夫手把手建立温莎王朝 他绝对不允许发生王室一主的事情 于是他将压力给到首相丘吉尔 要求他务必办妥此事 才被黄毛小儿摆了一道的丘吉尔 听了这事就十分头疼 思来想去找到一根救命稻草 向温莎公爵求助 请他说服伊丽莎白女王两件事 一是搬到白金汉宫居住 二是王室男性随母亲姓温莎 作为利益交换的条件 他会帮他解决王室津贴的问题 并且可以接商业访谈挣钱 温莎公爵又提了一个新要求 就是王室承认他妻子的名分 这件事实在是太勉强丘吉尔了 前前国王为了女人放弃王权 是王室的一桩巨大丑闻 没有人有能量推动他变得合理 伊丽莎白将做过国王的伯父 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一样敬重 相信他是真心为自己好的长辈 权衡利弊之后 他听取了众望所归的建议 选择做一名有责任 听话的女王 而达成目的的温莎伯爵 则毫不留恋地踏上了 前往美国纽约的轮船 去和他心爱的妻子相会 从此白金汉宫多了个失忆的男人 家庭事业皆无法插手的男人 只好将精力投向兴趣爱好 找到原空军的将领彼得 拜他为师学习飞行技术 然而在离开的时候 却在他桌子上发现女士手带 他的主人菲利普也很熟悉 伊丽莎白的妹妹玛格丽特 一场王室丑闻即将来临 然而最先遭遇危机的人 却是内阁首相丘吉尔 这件事差点让他丢了乌纱帽 幸好他的小秘书救了他一命 二十出头的花季少女 应崇拜爱慕八十岁的老头 甚至不顾时间场和地点 女孩也要为他提供服务 于是老头舒舒服服地泡澡 女孩则穿着高跟鞋趴在门口 尽心尽责为他读办公的文件 为了能让他听得更加清楚 他还悄悄挪静靠在门边上 不想丘吉尔的体格像巨蟒般庞大 一个转身抬脚就见出翻涌的水花 一出门外弄湿了女孩的裙子 吓得他直接原地起飞摔了一跤 但惊吓过后继续稳定输出 更加离谱的场景他都见过 因为丘吉尔的年事已高 在公众场合也有怪异举动 比如说开会开到一半之后 他身体一紧突感不适 竟然当众拉开了裤子拉链 然后将内阁大臣丢在一边 自顾自地跑到隔壁厕所了 留下一众大臣面面相去 只好喝水缓解尴尬的场面 1952年12月4日这天 伦敦气象局的天气观察员 正在记录当天的天气数据 一组异常数据引起他的注意 认真观察对比之后 立马意识到要有大事发生 马不停蹄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气象危机的消息层层递上去 最终以书面信件的形式 送到了首相办公室的信件箱 可惜他没有引起丘吉尔的注意 扔在篮子里孤零零的无人搭理 最后被一个路过的小职员发现了 他拿着信找到工党的主席爱德里 跟他阐述了丘吉尔不作为的事实 于是几人便想借此事掰倒政敌 今夜的天空群星璀璨 任谁也不相信他会被一团黑雾 遮掩住耀眼的光辉 收拾着准备下班的小秘书 恰好看见了桌子上的丘吉尔传 东张希望后决定带回家里 好好拜读偶像的经典思想 临走时还碰到偶像说了晚安 心情美美地提着手提包 浑然不知有一场巨大的危机 正巧然逼近他的偶像丘吉尔 他烤着暖炉盖着毛毯 躺在摇椅上舒舒服服地阅读 格外欣赏先生二十多岁时的果断 次日抱着文件送到首相府的时候 他的眼神也总停留在黑白照片上 上面正是丘吉尔二十多岁时的样子 于是他抱着相册猛夸首相 当场诵读了他那时演讲的金句 丘吉尔听着女孩嘴里的话不是滋味 年轻时候的豪言壮志 现在还剩下多少呢 或者说心里留给百姓的位置 还有多少呢 而自己年事已高 很多想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俩人很快就成为了忘年娇 二十多岁青春活泼的女孩 成为了八十岁老人心中的一道光 于是女孩更加用心地阅读 唯一闲暇的夜晚时光 都用在了了解偶像身上 都说投我以木头 抱之以穷摇 然而相信了丘吉尔发言的人 收到的是满城带毒的雾气 整座伦敦城都笼罩在 雾蒙蒙身手不见五指的世界中 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害事件 同时也是英国环保历法中 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转折点 携带着巨量毒气的二氧化碳 在人类熟睡的深夜悄然降临 它们像狡猾的泥丘欲动变钻 不放过任何可以害人的可能 一夜间入侵了全城百姓的家 而成交的工厂为了经济目标 整夜都在轰隆隆地勤奋劳作 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有毒气体 直到天明了 毒气依旧笼罩着城区的角角落落 刚睡醒的人们拉开了窗帘后 发现外面的世界变成了灰色 但所有人都没把它当一回事 浓雾导致可见度太低了 汽车 公交 火车 飞机 全都停摆了也没关系 大不了就是走着上班嘛 持同样想法的还有首相丘吉尔 当内阁成员召开会议 商议启动预防措施的时候 被他果断且专制地拒绝了 一场大雾能要人命吗 等明天太阳出来放晴之后 雾气自然就散去了 阻止王夫玩飞机才是重中之重 80岁的首相丘吉尔站得太高又太久了 离群众离得太远了 在首相府门前的街道上 已经有人开始出现咳嗽 雪山崩塌的时候 危机降临的时候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低贱如桥洞的乞丐 还是高贵如天命神兽的帝王 伊丽莎白元计划是 在保镖环绕的车队保护下 前往王太后的居所探望奶奶 现在也因雾气重能见度低 临时变更为步行出发 而她此行的最大目的 是向奶奶讨教为王之术 如今大物弥漫人心 公众的质疑声居高不下 她该如何去做 才能让百姓和政府都满意 当然在女王的身边 肯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 或是为了自己的迎头小利 女王作为国家吉祥物般的存在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无为 玛丽王太后的说法自有其道理 但也预示着新的矛盾与变革 传统的英国王室将走向何处 伊丽莎白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大家的迷茫与放任 助长了毒气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 第三天 窗外的世界越来越浑浊了 隶属在窗玻璃上轻轻一擦 污垢瞬间染黑了她的指腹 静静聆听隔壁房传来的动静 闺蜜的咳嗽声愈发难受了 要是再放任不去看医生的话 她的小命可能就交代出去了 于是秘书不停催促闺蜜起身 搀扶着她前往医院治疗 走出房门才知道 街上已经挤满了看病的人 每个人都虚弱地捂住口鼻 容颜枯搞两眼呆滞无神 医院里更是人满为患 走廊 洗手间 手术室 都躺满了治疗的病人 医生病患比严重失调 医疗系统即将全面崩溃 在担任首相秘书的女孩知道 这次的危机不容小觑 稍有不胜偶像便万劫不复 于是她匆匆赶往首相府汇报 只是刚走出医院的大门 她被迎面而来的公交撞上 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政界的各路牛马蛇神也出来了 丘吉尔的政敌 工党的主席 忍不住想要浑水摸鱼拉她下台 菲利普的老舅舅路易斯蒙巴顿 也跑到女王跟前告状 丘吉尔正经事事一件不干哪 不去处理解决雾霾这种公共事件 一心盯着王室的家长里短 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 女王干脆罢免她的职权好了 皇室秘书汤米也不满丘吉尔 对雾霾事件的处理态度 伊丽莎白摇摆后放不下她的百姓 决心罢免丘吉尔的首相职位 换更有能力的人上来解决问题 老狐狸丘吉尔自然知道 现在她惹得人神共愤四面楚歌 听说忘年交的小秘书去世了 便摆脱万难来到医院 看着往日活力四射的女孩 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她的心里便一阵难受 没想到秘书带来了更坏的消息 女王召唤她立即前往白金汉宫 她聪明的小脑瓜瞄懂女王的意图 低溜溜的眼珠子望向窗外的人 属于政客的直觉来了 现在是自己作秀的好机会 她让贴身秘书换来了全城的媒体 又描述草拟了严真意切的发言稿 在全国民众面前发表演讲 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安抚了人心 堪称是危机公关处理的典范 一篇《危机》中的真正领袖报道 挽救了她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也让所有期待她下台的人闭嘴了 第二天前往白金汉宫的路上 金色的朝阳映入阴冷的王宫 罩在橘黄色的华柜地毯上 整间屋子都变得明朗起来 在塔间缓缓升起的潮汐 也驱散了笼罩伦敦城的浓雾 扰乱了伊丽莎白女王呵斥的思路 丘吉尔是多么敏锐的老狐狸呀 看着稍显慌张的女王 她没有揭穿此次谈话的目的 而是巧妙地递了张梯子过去 对王夫要学开飞机的示松口了 诶 老郑之家那位就对了 不让女王的尴尬落地 是权谋家最基本的修养 再换个话题寒暄一下 女王 咱该讨论加冕的事了 谁说现代君主立宪制下的王权 像镜中花水中月那般虚无渺茫 至少伊丽莎白二世头上的王冠 足足四公斤的重量就十分扎实 还有神圣不为外人所知的圣友 由神父亲自涂抹在她的掌心 滴落在脖梗间流淌的滑腻感 是那样的真实令她起鸡皮疙瘩 还有匍匐在身边的丈夫菲利普 更确切地说失去的爱情和亲情 女王在上帝面前加官受理 即使是最亲密的枕边人 也必须臣服于王冠和王权之下 不在乎男人的面子和尊严 当众跪在妻子面前 不 应该是女王面前 表达自己虔诚的屈服之情 这是对皇权至高无上的认可和尊重 伊丽莎白感受着王冠的重量 和舒然离开变得疏远的丈夫 伊丽莎白二世成了真正的女王 她终是孤独地站在了世界之巅 感受到了父亲曾经的那种感受 当年和父亲排练的场景历历在目 直到今日才明白了她话中的身影 其实就是身为女王对王室的责任 身为女王对国家 百姓的责任 她的分量远比王冠重要得多了 按照传统的加冕仪式流程来说 首先是君主乘坐马车面见人民 接受来自百姓的欢呼与认可 紧接着宣誓维护教会和法律 永远忠于上帝和国家 百姓 最后是大主教涂抹圣友 以及收受王权象征物 但今天的仪式却有了创新 全程电视直播女王加冕仪式 打造最具品牌效应的IP形象 此状举来自女王的丈夫菲利普 伊丽莎白明白自己忙于国事时 丈夫因为身份问题被复闲了 人一旦闲下来必定会出毛病 不是心情不好整天给自己挑刺 就是身体不好整天腰酸被痛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找活干的 于是力排众意为他争取了权益 越过传统负责礼仪的贵族大臣 让菲利普全臣操办加冕典礼 战后的英国经济出现大萧条 日不落帝国渐渐跌下了神坛 百姓生活哀生怨道没了活力 急需一场盛大的典礼鼓舞人心 菲利普想到了当时最新的技术 设计了电视同步直播的环节 这一提议当然是遭到了否决 但他不死心地说服伊丽莎白 并抬出人民的力量威逼利诱 女王被说服愿意松口接受了 但他也有自己的条件 都说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了 菲利普果真气地想要咬人 但想想自己说的冠冕堂皇的话 便咬牙切齿地妥协了 可以说没有菲利普的牺牲 普通百姓直至今日 也无法窥探女王加冕的神秘 挣扎在贫穷和饥饿中的英国百姓 也在富力堂皇的加冕礼中 燃起了重建日不落帝国的希望 受益最大填补遗憾之人 当属放弃王位的温莎公爵了 他在女王加冕的那一天 邀请了无数的政商界名流 来到家里一起欣赏直播 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 夫妇二人还不忘蹭蹭热度 利用曾经的王室身份捞笔钱 通过贩卖王室成员生活等 接受各类杂志的专访 加冕直播开始的时候 他主动进行了现场解说 云淡风轻的不屑情绪中 还能浅浅感受到一丝羡慕 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他的面前 但他没有珍惜 直到失去后他才假装不后悔 陈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此了吧 当一切喧嚣退去后 落寞的前前国王爱德华 现在的温莎公爵拿着风笛 在伦敦晨曦的雾矮中 决绝地奏效了自己的爱上 爱婉凄美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 或许为爱任性半辈子后 他还是有些遗憾与不甘吧 只是所有的人 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做下决定便没有后悔要了 23岁的王室公主 爱上已婚的中年男人 这个重磅的皇室丑闻 偏偏被娱乐记者知道了 还是比卓伟敬业的狗仔 亲自揪着主编的衣领演示 他在女王加冕礼上的发现 玛格丽特公主帮卫官彼得 挑掉了制服上的白色绒毛 没接过吻的人哪能做这事 他的动作吓得主编一阵恶寒 但仔细一合计确实有点道理 得到允许的人比发工资还兴奋 连夜构思对王室八卦进行加工 沉浸在甜蜜恋爱中的玛格丽特 大早就拨通了女王姐姐的电话 经过无数接线员的层层转接后 他终于和伊丽莎白女王对话了 可能是怕对话被转接员听到了 他扭捏许久才说了对话的目的 他主要是想跟姐姐姐夫约个饭 菲利普和老男人彼得 四人盛装出席碰个面坦白一下 刚从外面花天酒地回来的男人 满脸不情愿地跟着妻子去赴约 到了地方也是自顾自地动筷子 没有要等其他人一起吃的意思 玛格丽特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当着大伙的面观宣了恋情 要说女王跟妹妹比还是嫩了些 从姐姐的角度来说 伊丽莎白当然开心妹妹找到幸福 但从女王君主的角度来说 她应当从国家的律法上进行思考 可惜她被妹妹牵着鼻子思考 拍着胸脯就说会祝福她的爱情 结束晚宴回到白金汉宫之后 菲利普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绝对是一桩巨大的皇室丑闻 想想17年前的爱德华国王 不也因爱上一名离过婚的女人 自请下台成了前前国王吗 但伊丽莎白是另外的看法 她认为彼得虽然又老又离过婚 但也是成熟英俊的国家英雄啊 妹妹和她在一起肯定会幸福的 说着说着两人都说出火来了 而报社狗仔的新闻也赶了出来 赶紧拿给主编看看自己的大作 主编瞄一眼内容不得了啊 这哪里是有料那么简单啊 简直是要把王室给炸飞了呀 这样重磅的新闻她可不敢发 赶紧请示了自己的资本家老板 老板一看政治雷达也是必必想 这样的王室丑闻铁定不能罚呀 主编也是纠结得不得了 这种是想要压也是压不住的 无非就是你先发我先发的问题罢了 于是从报社利益的角度综合考量后 她还是煽动老板一定要报道出去 老板一听心想有钱不赚是傻子 当即就凭借强大的人脉力量 见到了皇室秘书汤米先生 开门见山地提醒他们 我们有篇王室丑闻要报道 你们记得提前做好准备哦 如此欠扁的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汤米立即返回王宫找到王太后 向她请示接下来的应对方法 王太后一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那两个混小子瞒着自己搞事呢 她气冲冲的就要去找女王算账 伊丽莎白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后 自然也是想明白了其中的艰难 于是给妹妹拨了一个电话 小心翼翼的跟玛格丽特说 你俩的婚礼要不要去苏格兰举办 那里的教会没有那么多规矩 不会限制王室成员和离异的人结婚 只要能达成目的嫁给所爱之人 公主哪有什么不答应的呢 结果两人都没美多久呢 王太后就冲到伊丽莎白办公室 动之以轻小之一里地劝说她 你妹妹是万万不能和彼得结婚的 理由自然也是和菲利普一样的 这是一桩巨大的皇室丑闻 并且还搬出老母亲的身份说是 随后又搬出1772年的皇室婚姻法 上面禁止少不惊世的王子或公主 和不体面有污点的人进行联姻 因为这会玷污王室的名声 因此规定了未满25周岁的王室成员 她的婚姻必须征得君主的同意才行 但25周岁之后就不需要了 这样就可以保全女王和教会 以及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伊丽莎白的内心十分挣扎和为难 最后还是选择尊重宪法和王权 以君主的身份否决了她的婚姻诉求 感受到妹妹对她的疏远和不喜 她也很想任性地帮她获得幸福 但是她没有资本任性 她一旦松口支持妹妹的婚姻 就意味王权被政府和教会削弱 于是她只能忍受妹妹的不理解 做一名冷漠无情的君主 当然也有她人性的劣根性 为了杜绝两人同框的机会 伊丽莎白带着彼得出国访谈 但媒体最爱的就是跟风与八卦 女王在访谈路上的风头 全被八卦中心的彼得抢走了 所有的聚光灯都对准了她 演讲的女王反而被忽略得彻底 伊丽莎白看见后自然不喜 加上得到公主承认的男人也飘了 竟然在公共场合喊女王的乳名 这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哪 于是一纸调令和专机 没来的回去就送国外驻扎了 但彼得也是个实在的心机男 他无法违背女王的调令 却在离开的时候写了风电报 天尤加促地说了自己的遭遇 千里之外替姐姐访谈的公主 在看到消息的那一刻就怒了 立即打了跨洋电话质问老姐 又是一轮繁杂的转接又转接 女王那边的电话终于接通了 对话被接线原厅的一清二楚 新的危机再次砸向伊丽莎白 但现在她首要解决的问题 是学识被碾压的自卑 你能相信吗 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 竟然是没有学历的文盲 她生平从未参加过一次考试 也没有学过数学和科学等 基础学科的通识教育 那天母亲正在念报纸的内容 读到俄国清淡试验成功的消息 女王听到后立即插了一嘴 问 什么是清淡啊 母亲尴尬地瞄了报纸几眼 她也不了解什么是清淡 只好说这个对你一点也不重要 现场的气氛一度陷入凝制 此次事件的后遗正是 女王每次看暴遇到不懂的问题 都会拿小本本记下来弄懂为止 避免跟其他大臣打交道的时候 只会做恩恩爱的哑巴女王 幸好皇家秘书汤米的到来 打破了母女俩甘大的氛围 秘书前来是要跟她告别的 她已经60岁准备要退休了 感激女王对自己工作的支持 伊丽莎白一听她要退休了 兴奋地说是不是要选新秘书了 她想要之前的那个秘书马丁 其实皇室首席秘书退休前 都已经培养好合格的接班人 根本就没有女王选秘书的环节 无奈伊丽莎白二世开了金口 只好将马丁塞进了候选人队伍 于是她在办公室召见了马丁 秘书一听简直就是天上掉线笔 按理说怎么轮也轮不到她呀 伊丽莎白则一脸傲娇地说 只能说女王现在有多自信 王后打脸就打得有多种吧 随即下发了她的第一个命令 帮她找一名家庭老师学习 她的要求非常简单 有文化 幽默点 幽默的怪老头一出现 就给了女王一个下马威 让伊丽莎白陷入了极度自卑 女王的手都要搓出火花来了 没有 她全都没有 甚至不知道高等教育是什么 连夜跑到母亲家里跟她吵了一架 你和我爸是啥意思呢 为什么不让我学习知识 让我成了听不懂话的文盲学渣 母亲听了也是一脸猛呀 我咋没让你受教育了呢 打从伊丽莎白只有几岁的时候 就接受了伊顿工学校长一对一的授课 她是全英国最懂宪法条例的人了 皇室教育意识上的冲突 也在一次预示着他们需要改变 从伊丽莎白看人的表现来说 她也确实是还需要不断地学习 她选定的秘书马丁最近有点得意 事情还没拍板就憋不住气了 在这妻子炫耀了未来工作的地方 偏偏女人也是个大嘴巴 到处炫耀丈夫即将升职的事 太高调的人做事不稳妥 最后汤米不得不找到马丁 让她主动跟女王提离职 伊丽莎白听了当然不干了 于是她气冲冲地闯到汤米办公室 问她插手这件事究竟是几个意思 别问她的行为是不是太僭越了 只能说汤米真的是王室之光 有她在王室才躲开了很多危机 她举了温莎公爵的例子进行说明 开始她只是不想要住在白金汉宫 最后的结果却是为女人放弃王位 造成原因就是个人主义太泛滥了 不管我们听没听进去理没理解 反正女王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但她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而是找来了丘吉尔的私人秘书 想要问一问她的看法是什么 没想到竟套出一个惊天大瓜 丘吉尔中风在床 竟然欺骗自己只是小感冒 对女王说谎就是背叛了呀 而且方人不管的话 就等于默许政府内阁的人 能随便说谎牵着她的鼻子走 伊丽莎白找到老师商量对策 不得不说老师也是个妙人 于是伊丽莎白听从老师的建议 从仓库中翻出了小时候做的笔记 艾克逊斥说教了欺骗自己的大臣 特别是对上丘吉尔的时候 他利用自己从小所学的宪法知识 毫不留情地斥责了他一番 女王的话令八十岁的丘吉尔汗言 而那个还没有准备好登机的女孩 也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 溅入家境有了一国之君的姿态 她的成长 离不开一颗热爱学习的心 为了维持完美女王的形象 她不得不往脸上注射药物 随后在四十度高温的灼烧下 开始了长达两小时的游行 让沿街无数的热情百姓们 看到王权的光辉依旧绚丽夺目 为了这次英联邦全球寻访活动 王氏为女王准备了足足一百套礼服 还有相配的礼貌 鞋子 香包 首饰 丝巾等等一系列的配饰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 日不落帝国的国际地位衰落 追求和走向共和的呼声水掌船高 诸多领地都纷纷脱离英国治理 在国际舞台上谋求独立和主权 因此女王的寻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甚至可以说关系着英国未来的命运 不过菲利普钦对此举策十分不屑 认为伊山的盛秘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 就像是一辆破旧不堪的救马车 无论你对外表怎么刷气翻新 都改变不了其内力腐烂的本质 她的不满与发泄自然没有人在意 伊丽莎白出访的日子很快就到来 所有人都对她拉满了期待值 就连首相丘吉尔也前来相送 在女王出访的专机上 丘吉尔恳切地拉着伊丽莎白的手 再三强调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 叮嘱她要时刻都记着自己的身份 不要暴露自己的不堪与脆弱 不得不说丘吉尔的话一语重底 女王从来就不是女王本身 代表的是她背后的王权与象征意义 带着全英国的希望与期待 伊丽莎白开始了忙碌的访问生涯 所有行程都是以分钟计算的 换衣服也只能控制在八分钟内完成 每到一处就代表国家发表演讲 激情鼓舞所有联邦国的成员 58天内访问了57座澳大利亚城镇 每天从早上4点半坐飞机出发 到半夜12点还是各种行程 就连上厕所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菲利普看着妻子疲惫不堪的模样 心疼地提出要不减少一些行程吧 但伊丽莎白想到国家现在的处境 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她的提议 长时间保持一成不变的女王式微笑 伊丽莎白出现了面部静攣 不得不通过注射松弛剂恢复微笑 她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丈夫菲利普亲王 不得不说菲利普的嘴巴真是毒啊 毫不留情地揭穿她心底隐秘的心酸 从小的时候开始父亲常常挂在嘴里的一句话 就是小骄傲与开心果 小骄傲是继承人伊丽莎白 开心果是自由人玛格丽特 从昵称中可以看出父亲的态度 她更天爱和心疼妹妹玛格丽特 被说忠心事的伊丽莎白女王 气急败坏地打砸东西和丈夫对骂 然而王室夫妇不和谐的这一幕 被驻扎在住所的记者捕捉到了 这件事要是被报道出去的话 这些天努力营造的女王形象就全毁在她手里了 伊丽莎白陷入了恐慌之中 但她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勇敢地来到记者面前 以伊丽莎白的身份而非女王的身份 向他们拿回了录像带 聪明地通过着装上的变化 代表了不同身份的意义 女王需要对公众展示私生活 但伊丽莎白不需要 刚解决完一个危机的女王 又被妹妹拖入了新的危机中 在她参加英联邦寻访的期间 妹妹玛格丽特代替她处理国事 但公主是个性十足又叛逆的孩子 她因为和彼得婚事被阻这件事 一直记恨着身为女王的姐姐 认为是她害怕风头被自己抢走 才做出棒打鸳鸯的无情举措 于是私自更改了准备的演讲稿 将稳妥不出错的发言更改为 个性十足个人的脱口秀 独特新颖的风格赢得满堂喝彩 让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能力 甚至在跟彼得通话的时候 狂妄自大的说道 我天生就是当女王的料 并且在之后的公开活动 公然表达了对女王的不满 此等过火的行为惹怒了内阁 丘吉尔马不停蹄地赶到王宫 指责玛格丽特行事太过嚣张 将王室的面子踩在地上碾压 并且将主持王室事务的工作 交给他们的母亲王太后负责 母女俩在白金汉宫会面之时 电视播放是女王的访问画面 所有人都对伊丽莎白的表现 表达了高度的肯定与赞赏 命名为新伊丽莎白时代的开端 丘吉尔也第一时间拜访了女王 表达了对她外事访问的认可 是她完美无瑕的表现 让英国重获了英友的国际地位 在国际舞台重新占有一席之地 女王在一师一友的伙伴陪伴下 从稚嫩小英长成了翱翔天际的雄英 可惜没有人能陪伴自己走一辈子 究竟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 才能在深夜给一信包电话周呢 甚至为了和对方更便捷地交流 专门为她开通了一条电话专线 然后又频繁在马场和对方见面 将丈夫排除在外探讨些什么话题 菲利普看见了内心自然不是滋味 酸溜溜地说着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典型的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女王面对丈夫的质问也是很不爽 不耐烦地说聊些配种的话题 这个用词实在是充满想象的空间 但他们密谈的话题真的非常纯洁 就是女王的马在比赛中赢得胜利 同为赛马爱好者的波奇跟她提议 利用她高贵的品种和其他马配种 变成一座可移动的印钞机赚钱 一次400亿辈子就有几十万英镑 白得的钱谁又会嫌多呢 伊丽莎白自然是心动不已 王氏一家小打小闹不平静的时候 首相丘吉尔则过得非常滋润安稳 时不时坐院子里画下画或喝喝茶 惬意的时光被妻子的盗来打破 上下一员为他的巴士大寿送了礼物 是英国知名画家萨斯兰画的肖像 今天是画家前来拜访作画的日子 两个画家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 互相探讨关于绘画的心得与技巧 现在丘吉尔最在意的就是他的形象 不停叮嘱对方要把自己画得帅一点 结果当模特没一会儿就昏睡过去 敬业的画家毫不客气地叫醒了他 见他清醒后又继续开始他的大作 连续几天的漫长肖像画终于结束了 丘吉尔在送画家离开的时候 对他表达了自己的期待之情 其实就是暗戳戳地说成品要帅哦 11月30日丘吉尔生日这天 他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肖像画 只是画不揭开的那一刻 他直接被气得颤抖起来 画中之人年迈且没有精气神 跟他想象中伟暗的形象相距甚远 他认为这是画家对自己的嘲讽 于是将他叫了回来心事问罪 是啊 时间就是那样无情且公平 没有人能逃得过时间的侵蚀 每个人都会老去 都会死去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对 画家的话令丘吉尔沉默了 他想 自己确实到时间了 第二天他颤颤巍巍地找到女王 递上了自己的辞职信 辞去了英国首相一职 当他在白金汉宫前 与接替自己职位的安东尼握手时 标志着属于丘吉尔的时代结束 而内服让他敏感的笑想 也在大火中变成一捧灰烬 失去人生导师的女王伊丽莎白 在未来的帝王路上依旧充满挑战 国事 婚姻 亲情都羁绊着他 特别是在妹妹的婚事上 他一次次地努力协调 跟教会 跟内阁 跟律法 各种沟通妥协也没有结果 最后只能选择牺牲人的利益 来满足王室的权威和需求 他只能充当恶人拆散他们 在失去亲人 爱人支持理解的时候 他终于将女王变成了女王 我们光芒万丈的荣光女王 终究还是变成了孤身一人 或许孤独才是人生的常态吧 遇待王冠 必成其重 献给所有负重前行的人